十項防疫物資包括食物 資糧 竟然有序放進袋子裡 更不忘送念佛號 祝福拿到禮包的人 都能夠身心平安 林全禪寺少能法師 也特地來加持 投入打包行列 在家裡面比較會有 心理上會有肉有所思 我們鼓勵他 讓他們打氣 基隆區非常的嚴重 不歧視警察都是站在第一線 未免服務 所以我們可以感同身受 基隆在3月底傳出確診 警員為多數 此警會和社區志工動員 展開關懷和物資的支援 送來2000份的口罩 還有2000份的面罩 剛好這些東西都是 我們在執行救護 工作上面所需要的 提供了200份的安心防疫包 當然對我們同仁來講 是非常好的一個三一 也是對我們同仁來講 也是非常大的一個注意 警銷人員站在第一線守護人民 志工要做最好的後盾 一同盡心力 帶來新聞真室美志工基隆綜合報導 明天晚上